欢迎你 你的办法就是让我去适应这条船 对 所以这是我们的方式 对 我们都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气候正在发生一些改变 也许有一天 也很希望大家能够去中国 甚至我们在布列塔尼成立一个公司 大家一起加入我们 我们可以一起去把海洋旅游一起来做起来 这样 对 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法国的布列塔尼大学的校区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法国的大学里边 给学生们讲课 因为今年我们很荣幸地成为了 法国布列塔尼大学的校外导师 和布列塔尼大学的旅游专业的2024年的代言人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请了非法国籍的代言人 所以我们也很荣幸 今天我们来到学校里边 要给他们去做一个演讲 跟他们分享一下我们海上的一些故事 分享一下旺代的追梦的道路 以及分享一下航海后带给我的那些教育和成长 我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人 但是我非常的幸运地接触到了航海这样一项运动 通过这个运动让我获得了历练和成长 因为在海上我们总是会面对许多多的未知的风险和挑战 也会面对很多的孤独 恐惧和无数的风暴 所以在海上这种波浪起伏的环境 其实特别像是一个浓缩的人生 所以每次出海航行 对我来讲都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课堂 每次的航行都会让我对我的人生有新的思考和认知 那么航海同样也赋予了我勇气和力量 让我能够去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困难和拖折 当然那些艰难的时刻和挑战 也让我对岸上的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把这些力量 把这些勇气能够分享给法国的 贝列塔尼大学的同学们 下一期我们来看看船长遇到了什么新鲜事吧 我的名字是Cécile